球进了 中国队的前场任意球 我们看是谁 十四号李伟峰的头球 砸向了对方的大门 为了准备下一场的关键之战 主教练米卢本轮只派出了两名替补前锋 比赛开场之后 得以封霸谢辉通过积极的争抢 送出关键传球 可惜小将曲波最后的处理 高出了门框范围 随后中国队通过缴球机会再早威胁 这次又是谢辉力压对方中尉 完成了头球争顶 中国队在开场阶段访客为主 深思送出的长传 准确地交到了右侧的谢辉 现任大连人主帅随即的停球衔接 也是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 即便如此 当年很多球迷依然会吐槽谢辉的脚下技术 中国队的此次进攻 最后由齐红在禁区右侧完成了临门一脚 编才也同时举齐事已跃位 几分钟之后 中国队开出的脚球 再次由谢辉完成了头球正顶 比赛第23分钟 卡塔尔队终于组织起一次有效的进攻 而李肖鹏的防守犯规 也是送给了对手任意球机会 好在布甲洛夫随即完成的攻门 直接飞出了球门 上半场第28分钟 杨普的受伤成了比赛的转折点 一分钟之后 卡塔尔队继续向我们的左侧防线发起冲击 而此时的杨普正在场边接受质量 对方随即向中路形成了串联 最后完成的远射在经过变相之后弹进了球门 门将将军由于身体已经提前移动 所以面对这脚射门也是显得毫无办法 随后 卡塔尔队直接通过长船将球发展至右侧 单后腰离铁在防守中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最后对方用相同的进攻方式 险些扩大了领先优势 中国队也算是躲过了一截 比赛第37分钟 中国队通过边线球发起进攻 皮球在经过禁区内的争顶之后 可惜齐宏随即的处理并没有形成威胁 卡塔尔队直接利用门将的大脚展开了攻势 范志义随即的冒顶直接让对手获得了单刀机会 最后门将将军通过神勇的表现拯救了球队 对方随即通过战术脚球送出船中 皮球在远端直接形成了投球攻门 将军这次的表现同样也是非常稳健 由于忌惮孙继海镇守的右路 所以对手的进攻全都集中在我们的左路 这次的船中被解围之后形成了投球摆动 而范志义随即又出现了投球冒顶 中国队的门前也再次风声和力 上半场临近尾声 孙继海冒着被踢的危险完成了一次投球解围 半场结束 比分依旧是1比0 下半场一边再战 齐鸿回撤中场送出关键传球 谢辉随即倚注后卫完成的滴射 险些帮助中国队搬屏比分 而卡塔尔队直接打起了防守反击 比赛第59分钟 范志义的铲球犯规被出示了黄牌警告 随后中国队的左侧船中被解围出禁区之后 齐鸿在35米的位置顺势拔脚怒射 只可惜皮球在经过折射之后被衡量拒至门外 三分钟之后 深思开出的右侧脚球被对方门将击出之后 替补上场的余根尾顺势完成的攻门稍稍填出了紧门中 比赛第82分钟 卡塔尔队迎来了下半场的第一次进攻 将近也是利用出色的门线技术 接连完成了两次精彩補救 随后 卡塔尔队又通过反击在我们的左路做起了文章 杨普在这次防守中出现了漏人的情况 好在对方最后的临门一角高出了门框范围 比赛第87分钟 中国队由齐鸿将任意球发向禁区 李伟峰高高跃脊 直接将球砸进了球门 而这一场平局同样也是非常的关键 在主力队员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时 也为球队随后的提前出现做好了谱点